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,欢迎订阅点赞。 俗话说,女人同样承载着家庭幸福的重要角色。 一个家庭的幸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家中的女性有关。 在家庭陷入困境时,一位出色的女性可以支撑整个家庭,这是将女性比作家庭支柱成为合理的比喻。 男人的事业成功往往需要女人的坚定支持。 独自奋斗的男人,无论多么努力,都难以成就大业。 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有时候容易低估女性的贡献,认为她们只是在家里照看孩子、做饭,而没有其他成就。 一些男人甚至抱怨女性不够出色,经常比较她们与其他女性,伤害了女性的自尊。 以下列出了优秀女性的五个标志,您可以看看身边是否有这样的女性。 男人应该明白,人生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事业的成就,而在于娶到一个优秀的女人。 因为家庭的和谐是事业成功的基础,没有温馨的家庭,即使再大的成就也显得无足轻重。 一,坚定的爱意,终生相伴,分担欢乐与忧愁。 现今,很多人不再奉行跟随丈夫或者嫁入豪门的传统思想,但绝大多数女性依然期待一生都与同一人相守,共同分担甜酸苦辣。 有的女性甚至会选择与一个贫困的伴侣相伴终老,愿意陪伴伴侣一起走过人生的坎坷。 举个例子,我的同学小华在东莞工作时认识了王军。 王军来自贫困的甘肃山区。 小华第一次去王军的家时,眼前是两间石器泥巴墙的房子,宛如牛兰,四处飘着尘土。 周围是荒山,迷失在无尽的荒凉中,他的内心充满担忧。 小华的亲戚劝他离婚,建议他找个更好的伴侣,别委屈了自己。 但小华坚持了下来,他愿意与王军一同面对困境。 多年来,他们一起工作,购买了房产,尽管只有不到六十平方米的房子,但已经改变了家庭的状况。 王军常在亲戚面前感慨,我真是幸运,娶了小华这么优秀的女人,我们一起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。 好女性会忠诚地守护自己的伴侣,无论家庭遭遇多大困境,她们都不会轻易放手。 她们的坚持比起那些追求物质的女性更加令人钦佩。 二、孝顺顽固,善待公婆和岳父母。 再举一个例子,我的表妹小华和她丈夫在东莞购置了一套住房,随后将公婆接来同住。 尽管家庭空间有些拥挤,但小华说,如果公婆留在老家,我们仍然会花费大量资金支持她们。 在东莞,她们可以找一些环卫工作,赚点钱。 这对于整个家庭都是有益的。 尊重和顾念公婆的女性让丈夫感到感激。 然而,有些女性在婚后将公婆当作家务劳动力,不照顾她们,甚至财务上不帮助她们。 这会导致家庭亲戚关系恶化,使家庭经济状况更加困难。 孝顺父母的女性是男人的骄傲。 她们不仅孝顺家人,还对待亲戚和朋友十分友善,有助于维护和谐的家庭氛围。 这种女性可以成为男人事业成功的得力助手。 当男人陷入事业困境时,她们提出宝贵建议,帮助克服难关。 这样的女性是男人的左膀右臂,值得珍惜。 三精湛的烹饪技能,家中常有美味飘香。 优秀的女性是家庭的核心。 当男人疲惫地回家时,她们闻到了家中飘来的美食香气,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,渴望享受美食。 有位读者曾告诉我,每天回家,妻子坐在沙发上玩手机。 从不做饭,怎么办? 我告诉她,她可能希望你做饭,或者一起外面吃饭。 这位读者回应,天天吃外卖,这还算是家庭吗? 真令人伤心,当初为什么不找个贤惠的女人。 然而,许多女性在婚前可能不会下厨,也不会做饭。 但是,一旦结婚后,她们愿意在家庭中发挥作用,理解丈夫的辛苦。 她们会研究不同的菜谱,变身为一名出色的厨师。 取到愿意烹饪的女性是一种福气。 四,具备独立思考和坚定主张,不轻信谣言。 俗话说,女人长头发,见识短。 这句话有些许道理。 一些女性可能只注重外貌,打扮,不关心家庭或丈夫的工作情况,容易跟风而动,没有深入思考社会问题。 智慧的女性会独立思考,不轻易陷入谣言,也不参与恶言重伤。 在工作场所,当有人说领导的坏话时,她们不轻易相信,而是留意并仔细观察领导的行为,做一个明智的评判。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也是男人事业成功的好帮手。 当男人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,她们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,帮助男人摆脱困境。 这种女性是男人的左膀右臂,为男人的事业发展贡献重要力量。 五、勤奋学习,教育孩子成才。 优秀女性驻兴旺三代。 一个家庭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孩子是否能够成才。 家庭可能在富裕,但如果孩子是败家子,家庭仍会败落。 因此,女性教育孩子成才是最大的贡献。 女性在教育孩子的同时,也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。 她们阅读,了解孩子的思维和需求,不断学习以保持自己的知识水平。 这是她们能够教育孩子,帮助她们更好地融入社会,更出色的表现。 成为母亲后,女性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教育,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一定压力。 然而,聪明的丈夫会理解妻子,因为她教育孩子的成功也是家庭最大的幸福。 拥有好女性的家庭旺盛。 女性不仅自身出色,而且男人也心怀感激。 只有夫妻相互支持,才能形成强大的家庭合力,家庭才会更加繁荣。 改变地远看,就会选择颜色的钱。